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全美疫苗追加剂开打 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带头卷秀接种 希望增加民众信心提高施打率 高龄78岁的拜登属于卫生当局近日公布 有资格施打追加剂的三大族群之一 联邦视频药病管理局22日核准辉瑞疫苗追加施打剂 与第二季需间隔至少6个月 而且仅限三大族群 包括65岁以上民众 18岁以上具潜在疾病者 及18岁以上因为工作性质染疫风险高的族群 例如医疗人员教师或超市员工等 拜登表示卫生当局检视数据后 认定辉瑞追加剂安全有效 第一夫人吉尔也将施打 至于接种莫德纳疫苗与强生单剂型疫苗的民众 是否也会有追加剂可打 拜登说他认为未来应该也会核准其他品牌追加施打剂 疾患肺炎肆虐全球打乱了人们的生活步调 至于疫情到底何时结束 瑞瑞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阿伯特·布尔拉玉布 人们在一年内就可以从疫情之中解脱出来 恢复正常生活但前提是每年都需要接种疫苗 他强调病毒不会完全消失 布尔拉表示该公司将会在未来几天内 把5岁至11岁儿童的新冠疫苗接种数据提交给 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作为参考 并且希望FDA能尽快批准该年龄段的疫苗接种计划 不过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今天表示 疾控中心将紧急审查5到11岁儿童的疫苗数据 需要几周的时间得出结论 根据儿科学会最近公布的数据 全国近26%的新冠病例报告发生在儿童身上 参议院近于今天就众议院已经通过的 政府拨款法案进行投票 但由于共和党已经多次对该法案表达了不满 因此结果仍不确定 立法者们必须在本周五之前批准为政府提供资金 否则联邦政府就要关门 如果该法案想要在参议院通过 至少需要获得60票 这也意味着至少获得10名共和党人的支持 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位共和党参议员 也就是来自路易斯安纳州的John Kennedy 表示自己可能会投票支持 这项法案中除了提高债务限额之外 还将包括为最近的风暴和野火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救灾资金 以及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援助撤离人员的资金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今天参观里昂市一个国际食品贸易展览会时 被一名男子用鸡蛋砸中肩膀 随即这一名男子被保镖逮捕 当局还没有公布这一名男子的动机和身份 但根据现场民众表示 他们听到了有人高喊革命万岁 马克宏曾经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出席一个公关活动 也被当地的民众打了一击巴掌 事后该男子被判入于4个月 马克宏则呼吁各界不要对此事打做文章 并承诺会继续贴近民众 不过事件频频发生 让外界都开始担心马克宏是否需要增强一些安保系统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